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AMOak News 今天跟大家跟進 之前天水圍的東華三院 李東凱小學一名教師堕楼事件 今天不會講詳情 當然因為這件案仍然在調查當中 辦學團體也成立了這調查小組 不過今天在城市論壇上 有不同教育持份者表達他們的意見 我聽完之後也有些感受 所以跟大家一起去談談這個問題 首先就是曾經做過校長 亦都幫忙去其他學校 去撥亂反證過一些很大問題的 一個所謂校證專家雷其昌 他就說這個校本條例 在監管校長上面本身這個機制沒有問題 只是沒有人執行 是人的問題來的 踢爆不少的校監 其實根本就不懂校證 只是僱著做生意掛名 去到校外拍照 頒獎去威風 很奇怪 雷先生其實本身 他講出了最大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制度的問題 如果制度沒有問題 為什麼大家不去執行 沒有人執行的制度 即是有問題 再講就是其實他也有提到 就是有很多校董根本上是不懂校證 亦都喜歡去拿威 拿彩 這個就是正正整個架構的問題所在 究竟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校董 是不懂校證的情況下 走去做校董 再者 其實本身 這個教育局 亦都有一些 校董 他們的一些所謂課程 或者一些所謂培訓日 一些很短期的兩三日 一些的 course 給他們上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校董 去上過這些 course 我想問的就是 其實香港的資助、津貼、官納學校 其實都是由納稅人給錢的 我想超過九成的 香港的適齡學童 如果在這些學校讀書的話 他們都絕對是用納稅人的錢 去培訓我們香港的下一代 那為什麼教育局 這個校本管理這個做法 這麼大問題出了 仍然一些的業內人士 覺得制度沒有問題 而是人的問題 其實制度本身就是靠人去維持 反過來講 其實雷先生也有提到 那些校董本身剛才我講的問題 正正就是說 如果這麼有問題的話 仍然繼續在做校董 那是不是就證明這個校本管理方法 所推舉的人 其實本身已經是很大的漏洞呢 現在的校本管理的校董會 其實那個的所謂校董 很多時候都是 他們會包括一些教師的代表 家長的代表 辦學團體推舉的人士等等 或者一些校友 但是我會覺得很奇怪 究竟推舉這些人他們做校董 他們如果跟校長之間 是有這麼緊密的連繫 這麼緊密的關係 究竟他們本身的權責 又是否真的分得那麼清楚呢 為什麼會有一些的校長被投訴 根據雷先生所說 那些校董就會 由校長去回覆這些投訴 但是投訴過一正正就是 去回覆投訴人的校長 這個不是很荒謬嗎 另一方面 其實雷先生也有提到 就是覺得 黃炎智 即今屆的東華三院主席 很高調 他怕他好心做壞事 將這次的事情 其實他的說法就是 好像一個高潮 一個高潮這樣上 就令到這件事變了 就是很難低調和嚴肅去跟進 我覺得這個說法 其實也反映了所謂 一些教育界的人士 他們本身的邏輯思維 可能是跟黃炎智這種 在外面沒有做過教育界的人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洪溝 或者一個分別 教育界的人士 其實我不敢說全部的人 起碼來說 過去我們看到幾件案件裡 其實都有一種家醜不出外傳 或者關門打狗的 令人的感覺是這樣的 例如 之前曾經試過有學校 有學生墮樓 竟然不叫救護車不報警 究竟 這些是否叫做低調處理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無論低調也好 高調也好 在現在香港這個社會裡面 這麼講求透明度 這麼講求一個問責 這麼先進的一個地方 其實很多事情 只要問心無愧 是跟著程序做 或者大家都是用同一個價值觀去想的話 無論高調也好 低調也好 都沒有大問題 反過來 如果你低調到神神秘秘的話 反而會令到外界有更多 不利於學校的揣測 所以我覺得 這次雷先生和黃炎智之間 我覺得只不過是一個價值觀上面 或者大家做事上面的方法不同 但是究竟是否真的 像雷先生所說 黃炎智這個做法 就是一個這麼負面 對學校的調查 這麼有一個不好的影響 我實在是有很大的疑問 我反而覺得 其實在整件事上面 這次我看到的是 除了黃炎智之外 這家學校的校董 好像沒有出來 表達過他們的任何意見 而這個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 今天其實在一個電視台的 一個清談節目上面 亦都給我感覺 其實他都是輕輕帶過 或者可以說 對於整件事 都仍然是用一個 就是信任這個調查委員會 所以就不發表什麼意見 我覺得這一個 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方法 因為如果真是負責任的話 就算是否這件事發生都好 我個人認為 作為教育局局長 是斷斷不能夠在整件事上面 好像沒有角色一樣 是說我放手 讓你們去搞 究竟他在這件事上面 有沒有跟校方 或者有沒有跟辦學團體 有一個密切的聯繫 甚至乎他本身 有沒有了解一下 那個調查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都相當重要 因為正如如果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都會知道 如果一個正正常常的人 他不是在醫院裡面死亡 其實都很大程度 可能都要經過一些法醫的檢查 或者開這個死因庭 去用這個司法法律的方法 去了解這個人 為何會活生生地突然間 在一個非醫院 或者在一個非治療的範圍之外 過世的 這就正正正明了 就是一個人離開這個世界 其實在香港 基本上都應該有一定的法律程序 甚至乎我們應該很嚴謹 去了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今天我就和大家談到這裏